悟空身边瞬间落下一大堆洋葱 接着无数菜刀闪过把洋葱快速切成末 那刺鼻的味道简直要把它辣到生鲜 但他必须忍住 因为只要哭出来就会游戏失败瞬间死去 可接下的挑战更加过分 只见凭空冒出个拿着大针管的琪琪 吓傻了的悟空赶紧逃跑 可琪琪的针头瞬间就囊进他的屁股 超级害怕打针的悟空这下再也忍不住眼泪流了出来 可眼看就要被宣告失败他骚操作又来了 竟然活生生把眼泪又吸了回去 这把小鬼看得简直呆了真是不服不行 但他对悟空的折磨还没结束 凭着舒老千的手段悟空每次投骰子都会走到惩罚的一格 火焰对他疯狂灼烧这把他折磨的简直生活不能自理 见悟空半天了还没前进几步 小鬼得意的对他炫耀我可是快要到终点了 听此悟空赶紧打起精神继续投骰子 但由于这次他用力过猛进直接把骰子扔进了岩浆里 就在悟空大叫不好时谁知骰子竟然又跳了上来 悟空懵了对着骰子问刚才是不是你在叫 小鬼见要暴露赶紧打哈哈说骰子怎么会说话吗 可悟空本着相信自己的精神决定再试一次往岩浆里丢 这把骰子吓得终于扑通变回原样 嘴中喊着爸爸静止跑到小鬼怀里 明白一切的悟空生气地谴责小鬼 随着他的揭穿小鬼逐渐开始变回本来模样 小鬼焦急求着悟空千万别再说下去了 可气头上的悟空怎会听大喊一声骗子 此话一出场景里的井屋顿时都活了 愤怒的声音从各处传来 不知咋回事的悟空见地面快速崩裂迅速带上狐狸父子逃跑 途中感激的狐狸爸爸终于把真相说出 原来他俩也是意外才掉到这个空间 这里的空间主人告诉他们只要玩游戏能赢50万次就放他们出去 所以他才选择出老千 听完悟空不由吐槽50万次这也太扯了吧 疯狂逃跑中他们终于看到一个门 可不等他们上去平台就瞬间崩塌 急速下落间悟空身体下意识爆发气息 突然发现竟然能用气了 这就好办了先迅速拉住狐狸父子 然后门也不走了直接拒出 龟派气功对着空间墙壁轰出 谁知这鲁莽的行为害得他们又掉入了另一个未知空间 无数乱石开始疯狂对他们击设他们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幸好此时遥远的戒王神感应到了他们 连续两个瞬移终于把他们救了出来 悟空好久没来戒王神戒了仙士和两位戒王神唠唠家常 接着就立刻观察目前地球的状况 此时贝比正在召唤神龙许愿 他在地球附近重新创造了兹夫尔星 然后利用被控制的布马帮他造出了一个超级大飞船 开始把所有地球人往兹夫尔星迁移 而为了拯救人们小方和撒旦也悄悄跟到了兹夫尔星 为了让大家把肚子里的火卵排出来 小方冲出开始对人们撒些药 这蠢办法很快就被发现 被控制的比迪利瞬间对他踹出 这时被控制的悟犯也赶来 六亲不认的直接就要把他杀死 这探的悟空焦急不已立马就要去支援 可老界王神明白就算去了也是送人头 因为他根本打不过被比 而就在两人急得满头大汗时 突然一个人就下了小方 只见他浑身黑色皮肤 正是悟空的徒弟欧布